开始制作美味 首先张大哥要先给撑子洗个澡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 他让撑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 让撑子在水中加快呼吸 增加吐沙速度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 他的烹撑绝技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 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 就是要挑三分之二 不能挑完 挑完的话他就要散开了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刚刚好 他这个壳也不会掉 永远是必额的 被撑子挑筋 是张大哥做撑子时 密不外宣的诀窍 紧接着他又要展示 他烹饪撑子的利器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撑子 就是插到这个橱筒里去 一针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 就是两个处须很好看的 白菜丝打底 再撒上一把咸盐 将撑子挨个马放 来 上蒸笼 好 张大哥的巧思 不仅让蒸厚的撑子 触须伸展美观 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 恰到好处地渗透到撑肉中 真的呀 加了盐之后 这撑子就舒展开了 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蒸铁里的撑子 只去蒸到半熟 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放大招了 小吴安搞铁板撑子来开始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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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来 阿姨们 我带着我的阿撑嫂们 一起过来了 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撑 这里也要摆起来了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 来 来 来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 他特意定制了一块 直径1.5米的大烤盘 一次烤出的撑子 足有上千只 好 来 烤 换点 好 张大哥说 铁板撑想要做的好吃 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温度升得好快 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好的 加 这是什么呀 这是雪菜汁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 雪菜大黄鱼 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 而腌雪菜的缸里 留下的雪菜汁 滋味咸香 用来给撑子调味 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 再倒上两勺酱油 让铁子的鲜味提到第一封 最后配上洋葱 辣椒和小葱 为铁板撑增添热辣的滋味 太过瘾了 这一大铁板的铁子 今天得吃过瘾了 对 今天要好好吃了 好好吃 大家会儿 待会儿都围过来吃铁子了 将一大锅铁子快速翻炒五分钟 铁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 在铁板上滋滋作响 咸香 焦香 辛香 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 扑面而来 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淀粉 エクスㄹ